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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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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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Pascal要让Eric停下他的游戏呢 拜托啊 这个理由很明显好不好 他们正在上课啊 他们正在上课啊 他们正在上什么课啊 他们在上什么课 做文课 所以我们可以如何回答呢 我们可以说 第二个问题 这个理由基本上可以照照科文上的原句了 稍微换一下人称 因为当时他正要破一个记录 所以他舍不得停下来 当 Eric va avoir son cours de judo 什么时候有柔道课呢 那应该是过半个小时以后 那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可以回答 半个小时以后 当然这里我们都是假设我们处在课文里那个时镜下面 处在那个时间点上 如果我们是站在引述的角度上来说 说当时的三十分钟以后 那么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 或者是 大家有理解吗 但我们说 当多少多少时间的时候 实际上在此时此刻说 比如现在三点钟 那么 就是三点半 三十分钟以后 但是 如果我们在讲故事 说当时 要过多久 他才能够去上课呀 那我们就要用 这个词了 好 好 我们继续问问题 他的课文当中 原一句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在提问的时候呢 有一点请大家注意 严格的来说 如果我们要求更高一点的话呢 这些句子都应该是 用过去使的 比如刚才那个句子 可以说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吗 那我们说当时的时候 他是不是想去呢 应该要用 不过呢 考虑到大家的口语水平 可能还没有到 这样一个级别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呢 我们还是简单起见 使用了 现在是 如果有的同学 对语法掌握的 比较好的话 也可以尝试一下 把老师问的问题呢 变成过去时 然后用过去时的形式 来回答一下 这样呢 对大家的能力锻炼 就更加的全面了 再来一个问题 我确认试一下 我确认试一下 我最大是最小的高級 你呢你最小的高級? 不,我最小的高級 你不小的高級 你最小的高級 是同样的 我不是不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决定 你可不解释连什么 你能看哪些项目的项目? 很简单 那是最小的项目 是最小的项目 和最小的项目 你抓住在红色 甚至是两个屏 eh Olympics红色 Little 暗色 B 还是 我能不能考虑 几乎 Romana 因为我后来 trong个孙 你 necesit 导置 三十三年了 好,我们去吧 你不是最小的小学? 我不是小小的小学 你不是小小的小学? 是同样的 我不是小的小学 你能解决一下吗 我可以解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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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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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i简单 一简单 有一简单 Sasha 卖 impressed 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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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的 börjar 当工 안에 你走开 sensory 已起重 그래요 好了 踢 你想中组 嘴 你是不是你们班里面最爱的 Eric不承认 他说 No, je ne suis pas le plus petit de ma classe No, je ne suis pas le plus petit de ma classe 我不是我们班里最爱的 接下来Pascale就逗他 Dieu le moins grand alors 那么这么说 你是 le moins grand 就是最不高的是这样吗 当然中文听起来会很奇怪 但是法语里面是可以这样说的 Dieu le moins grand alors Eric听了以后 反应还是蛮快的 马上说 C'est la même chose 这是一样的呀 对吧 C'est la même chose Mem是同样的 chose 东西 C'est la même chose 字面意思是 这是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指的就是 这是一码事 好我们来看看旁白 旁白里面对于Eric的反应 是怎样描述的呢 他说 Eric esite une seconde Eric犹豫了一秒钟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Eric esite une seconde Il osse légèrement les épaules 这个动作是外国人 西方人特别喜欢做的 Osse les épaules 怎么说啊 松一松肩膀 在我们的课文当中呢 还加了一个副词进去 Légèrement 略微 轻微的 Il osse légèrement les épaules 他略微 松了松肩膀 开完了 玩笑以后呢 Pascal问 Dis donc Moi je ne connais rien au judo Tu peux m'expliquer Dis donc 是引起对方的注意 具体怎么翻呢 你可以根据上下文来 比如在我们的课文里呢 你可以翻成 Oh 对了 Moi je ne connais rien au judo 我对 judo 对于肉道 一点也不了解 Je ne connais rien au judo Tu peux m'expliquer Ni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Tu peux m'expliquer A quoi corresponde les couleurs de ceinture A quoi corresponde les couleurs de ceinture Oh 这句话的信息量挺大的哦 动词是什么 Correspondre 一般的用法呢 是correspondre à quelque chose 与什么相对应 首先要认识这个动词本身 另外呢 当我们看到一个问句的时候 这种必须要有的介词呢 不能够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后 比如这句话就不能够说成 Qu'est-ce que les couleurs de ceinture corresponde à 这就是不允许的 不能够像英语那样 把介词放在最后的位置 一定要像课文上这样 A quoi corresponde les couleurs de ceinture 要用这样的结构 Bascal问 这些柔道运动员 他们腰带的颜色 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对应着什么呢 Eric当然是懂的 他说 Alor ça c'est facile 这个呢 非常的简单 Alor ça c'est facile Alor la ceinture blanche 这两种颜色之间呢 最浅的当然是白色 最深的是黑色 但是他们之间 还有很多其他的过度色 对不对 Et entre les deux 在他们两个中间呢 其他颜色表达的是什么含义 那么Eric是不是知道呢 当然他是知道的 他说 Entre les deux Il y a les cinture jaune orange vert bleu Marron 品种还真不少 Entre les deux 在他们两个之间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白色 同黑色之间 Entre les deux Il y a les cinture jaune 有黄色的腰带 orange 橙色的 vert 绿色的 bleu 蓝色的 Marron Marron是什么颜色 Marron作为一个名词呢 他可以指栗子 就是唐朝栗子 那种栗子 有的是我们现在说 举个栗子 有的同学也会那样写 写成唐朝栗子 那个栗子 那么Marron呢 就是栗子的意思 但是如果他不是指那种果实 而是指颜色呢 当然意思就是指那种果实的颜色了 那我们可以翻译成 绿色的 听到这个话呢 Bascale Rogère de la Saint-Dieu d'Éric Bascale看了一下 Éric的腰带 看一看他是什么颜色的呢 然后他说 Tieu Saint-Dieu orange 哦 你是橙色的腰带 Tieu Saint-Dieu orange Ile ne te manque que trois cents duos pour être un champion 那么monger是什么意思呢 monger指的是缺少 Ile ne te manque que trois cents duos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结果 是ne que的结果 ne que表示仅仅 值 Ile ne te manque que trois cents duos 你只差三个三 cents duos 你只差三个腰带的等级 就可以怎么样呢 pour être un champion 就可以当一个冠军了 也就是只差三个等级的腰带 就到黑带了 Ile ne te manque que trois cents duos pour être un champion 那么Éric听了这个话 会不会也洋洋得意呢 他说 实际上呢 这些是最难得到的 也就是看上去 只差三个等级 但这三个等级呢 非常非常难以达到 这里有最高级 形容词的最高级 les plus difficiles 最困难的 c'est les plus difficiles à avoir 这个是最难得到的 Pascal继续问 Pascal的问题真多 他说 il y a longtemps que tu a commencé il y a longtemps que tu a commencé 这个结构大家看出来吗 il y a 加一个时间段 然后是que 后面再加一句话 表示你做某某事情 有多久了 il y a longtemps que tu a commencé 你开始练这个东西 已经有很久了吗 il y a longtemps que tu a commencé Eric说 Je fais depuis trois ans seulement Je fais depuis trois ans seulement 他还是蛮谦虚的 他说 我做这个 练这个呢 只有三年 三年应该也不短了吧 不过呢 如果真的是 想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可能必须在很小的年龄 就开始 Je fais depuis trois ans seulement 为什么这里是Je fais啊 因为是 Je fais du judo Je fais du judo 我练柔道 Je fais depuis trois ans 练了三年了 Solomon 只有三年 好 聊了半天了 这个时候 le prof说话了 什么叫做 le prof啊 就是le professeur 老师 他说 Allé On y va 好了 开始了 讲了这么多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才这段课文的视频 我练柔道 我练柔道 紫居流移 霸 completo 与ichtig уг� Daily 黑色白色 黑色 白色 黑色 Et sans lelympia 你觉得就不用脂灶子 直接是成功最达大 还有一个很难所以 大otzdem Lip 好,我们来吧 好,我们来吧 好,你不是最小的学校吗? 没有,我不是小的学校 你不是小的学校吗? 那是同样的 我没有什么都知道,你能解决吗? 什么样的项目的项目? 很简单,一样的项目是最低的项目 一样的项目是最低的项目 有两个项目的项目,藍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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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项目的项目吗? 你只需要三项目的项目吗? 这比较困难的 有多久你会开始吗? 只有三岁 我们来吧 巴斯卡的说话一直是比较快 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含糊 那么大家可以把课文里边的台词 学得比较熟练一些 然后再听就会觉得他其实说的 也不是那么快了 好,我们继续看后面的情节 我做了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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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四岁 我做了三岁 我做了三岁 听到老师说 训练开始了以后呢 就起身了 因为刚才呢 他是坐在地上的 这里的 是一个语气词 法国人很喜欢说这个语气词 表示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 他说 轮到我了 巴斯卡拉说 去吧 注意哦 大家在做 阿累的命令式的时候 千万不要单独的说 这会很奇怪哦 一定要配一个 Y在那边 这样才是标准的法语 当然这是一句鼓励的话了 接下来的 这话很有意思啊 是然后的意思 表示重返什么什么地方 是地面的意思 重返地面 那么在这个上下文之下 当然指的就是倒在地上 因为他们在练柔道嘛 对吧 很正常 接下来镜头一转 On assist au salut entre le professeur Elisilev assiste a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在场观看 On assist au salut Salut我们有学过 你好 Salut 在这里的意思一样吗 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了 稍微有点变化 在这里呢 指的是训练的最后一个镜头 学员们排成一排 同老师相互致意 然后呢 这课堂就解散了 On assist au salut entre le professeur Elisilev 大家观看着一个最后的仪式 就是老师同学生之间呢 相互致意 Puis Eric revient près de Pascal 然后呢 Eric就回来了 走到了 Pascal的身边 Puis Eric revient près de Pascal près de coaching某人 看到Eric回来了以后呢 Bascal对着他说 Il a l'air bon ce prof 这个老师看上去不错哦 Il a l'air bon ce prof Eric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呢 他说 Oui C'est le plus sympa des profs d'ici 这个呢 是这边最不错的一个老师了 C'est le plus sympa des profs d'ici 同样用了最高级 然后 Eric revient Pascal Tu trouves ça bientôt le sport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那么这个是啥 后面他又说明 le sport 体育 你觉得体育怎么样 你是不是喜欢体育呢 Tu trouves ça bientôt le sport Bascal说 Oui C'est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vie 是的 体育呢 是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C'est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vie 那么听到这个话呢 Eric接着问 Et tu en fais beaucoup de sport 那么你会做很多体育运动吗 既然你说体育在生命当中 在生活当中这么重要 你是不是经常进行体育活动 体育锻炼呢 Et tu en fais beaucoup de sport Faire du sport 做体育锻炼 Bascal说 Je en faisais beaucoup au lycée 这不是废话吗 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都会进行很多体育活动的吗 Je en faisais beaucoup au lycée 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呢 经常做体育锻炼 经常进行体育活动 Je en faisais beaucoup au lycée 这里的动词是 faire 用的实态呢 是un buffet 未完成 过去是 Je en faisais beaucoup 相当于 Je faisais beaucoup de sport Je faisais beaucoup de sport 然后现在 是不是还进行体育锻炼呢 当然有刚才的话 作为铺垫呢 显然现在就不太 进行体育锻炼了 Je en fais moins 那我现在呢 锻炼的就少了 Mais je ne suis pas le plus nul Nul作为形容词 表示没用的 Mais je ne suis pas le plus nul 但是我可不是最怂的那个哦 可不是最没用的那个 我在体育方面呢 还是保留着很强的功力哦 听到这个话呢 Erik并没有嘲笑他 但是他说了一句 Same Donne Unité 这个呢 给了我一个灵感 给了我一个主意 Same Donne Unité 他想到了什么主意呢 先卖个关子 到下一刻 大家就知道了 好 先来看视频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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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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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今天的课文细细讲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课后小考验 好首先呢来做一道排序题 不过呢这道排序题呢也不是简单的排下去就可以了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eliminé les événements qu'il n'apparece pas à l'écran eliminé是去除的意思 把那些没有出现在屏幕上的事件呢给它去掉 实际上指的就是课文里没有出现的 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不要了 eliminé去除 les événements事件 apparece动词的不定时是什么 apparetre出现 apparetre lécran是屏幕的意思 可以指电视机的屏幕 也可以指你手里的手机的屏幕 这是第一个要求 然后第二个要求呢是 mette les autres dans l'ordre 第二个要求是mette les autres dans l'ordre 什么意思呢 就把剩下的也就是出现过的那些事件呢 按照顺序来摆放 根据课文里出现的顺序来进行排列 最后呢会形成一篇文章 就是简术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整个故事当中 好 请大家先做一下吧 大家有没有作对呢 我们来一句一句的看 第一句 这句话有没有出现过呢 在正式的答案上呢 把这句话给去除了 这个答案呢 错了 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有在我们的课文当中出现的 它有出现 但是呢不是第一个出现 好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B Bascale fait travailler Eric 这个有没有出现 结构是 Faire faire 使动结构 让别人做模式 Bascale fait travailler Eric Bascale 让 Eric 工作 那么在这里呢 实际上是自己学习 督促他学习 这个一定是有的 对吧 第三个 Eric Bas Bascale Judo Bas 动词是 Batre 打败 Eric呢 在柔道运动上 把Bascale给打败了 他们俩一起玩柔道 然后Eric 胜了 有没有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确定无疑是没有的 第四句话 Bascale doit aller garder le fils de la boulangère Bascale doit aller garder le fils de la boulangère Bascale呢 他必须去看管 面包店 女老板的儿子 Bascale doit aller garder le fils de la boulangère 这件事情有吗 当然有了 我们这一课的整个标题就叫做 Bascale est le fils de la boulangère 接下来一个 Eric va éteindre la télévision Eric va éteindre la télévision Eric跑去把电视机关掉 有没有这个事情 当然是没有的啦 不是Eric把他的电视机关掉的 而是谁啊 Bascale跑去把他的电视机关掉 因为当时的时候呢 Eric非常想继续的打电动 打电子游戏 但是呢 Bascale说现在是学习的时间 然后就跑去把他电视机给关掉了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这个E的选项呢 是一定要去掉的 F Bascale et Eric arrive dans la salle de judo 他们俩到了柔道的教室 有这个事情吗 这个是有的 最后一个G Eric explique les règles du judo à Pascal 有吗 可以算是有的 他至少有解释过那些腰带的颜色 也可以算这条是正确的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D B F G A 大家有做对吗 D B F G A 好 接下来我们做下面一道大题 它的要求呢 所以说以下这些表达当中呢 哪些句子是出现在对话当中的 也就是出现在课文中间的 请大家先选择一下 好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有两个句子 A和B A说的是 Du doi aller travailler chez elle demain Du doi aller travailler chez elle demain 这个话本身是不是正确呢 结构上没有问题 但这句话有没有在我们课文当中出现 Du doi aller travailler chez elle demain 没有出现过 对吧 说你一定要明天到他们家去工作 并没有说过 虽然意思是对的 第二个选项 Elle a besoin de tes services de main Elle a besoin de tes services de main 这句有没有啊 对了 这句就是我们课文当中的原句了 是有出现的 好 接下来是第二组 啊 Du a changer de vie Du a changer de vie 你改变意见了吗 改主意了吗 有出现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句话是谁 在什么情况之下说的呢 是Pascal问Éric 你不要忘记过一会儿就有柔道课哦 那么Éric说不愿意去 Pascal就说你原来是愿意去的 你有改主意了吗 好 第一句如果有出现的话呢 那么第二句肯定就不会出现了 第二句是 Du ne veux plus maintenant Du ne veux plus maintenant 你现在不想去了吗 其实这个阿赫比当中呢 在那个场景之下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说法没有直接出现在课文当中 Du ne veux plus maintenant Du ne veux plus maintenant 第三组 A C'est exactement pareil C'est exactement pareil 这完全是一样的呀 B C'est la même chose C'est la même chose 相信对课文比较熟悉的同学呢 一定能知道在课文当中出现的是 B C'est la même chose 是Éric说的这样的一句话 虽然A也是同样的意思 C'est exactement pareil 但是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课文的远句当中 第四组 A C'est indispensable dans la vie C'est indispensable dans la vie B C'est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vie C'est très important dans la vie 那么哪句有出现呢 还是B B有出现 A当中的indisponsable 不可或缺的 不可或缺的 必不可少的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但这个词呢 没有在我们的课文当中直接出现 好 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组题 那么依然是连线题 以前我们有出现过哦 是连线题 左边可以看到 12345 有五句话 右边呢 ABCDE 是五个说明 那么左边的五句话 是一些什么东西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课文里面出现过的远句 课文里的台词 而ABCDE呢 都是一些语言的表达功能 比如A说的是 demande d'explication demande d'explication 要求解释 B expression de critique expression de critique 表达什么 表达评论 C expression d'encouragement expression d'encouragement 表达 鼓励 D expression d'appréciation expression d'appréciation 表达什么 赞上 表达一种 赞上 E expression d'irritation expression d'irritation 表达 被激怒了 表达愤怒 Echidation 有愤怒的意思 不过 我可以剧透一下 在我们待会的选择当中呢 那边的Echidation 只是表示 有一点点的不高兴 非常轻微的 一点点不高兴哦 大家不要去找 很愤怒的场合 OK 这一集课文的整个情绪呢 都是很和缓的 不是像韩剧那样 还有剧烈的人物 感情冲突 没有的 所以先告诉大家一下 Echidation 在这里只是表示 有一点点不高兴而已 好 先请大家选择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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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选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对一对 首先看哪个是critic呢 B是critic 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评论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critic 那么哪个是irritation呢 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Pascale有一点点轻微的不快 所以是irritation 接着是appreciation 你做 moins的 fautes 这不是科文里的原句哦 科文里的原句是 是你最強的 法国人真是不严谨 好吧 总之最后一个是 在这个练习当中呢 是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是最強的 所以是 在这个练习的命令是